字幕視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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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個 即使是街市收工 我們在超級市場都找到這些材料 方便又好吃又健康 這是番茄豆腐蛋花湯 我們看看材料 材料有一磚豆腐 這是在街市買的 這是滾湯豆腐 如果是街市收工 你可以去超市買 超市買的滾湯的滑豆腐就可以了 還有400克的番茄 選擇番茄的時候要選擇重身 還有紅色的 如果是青色的就不熟 就不太甜 還有丁也千萬不要脫 青綠色 整個就沒有健康的番茄 這裡有1公升的菜湯 我今次用菜湯 如果喜歡雞湯 可以用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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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 我這個菜湯 我試過是比較淡味的 所以我待會放500毫升的清水 一起煮 一隻雞蛋 一茶匙的生粉 加一湯匙的水 我待會加雞蛋 讓雞蛋滑一點 還有一片的薑 適量的鹽 適量的芫荽 一片的蔥 好了 我們看看怎樣做 把番茄撕定後 這裡中間有一個位置 我們不要擦 怕它會很髒 切開 這樣切開 切開 這樣切多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中間的核 如果不喜歡 可以不擦 不過我看到核 不太大顆 也可以 放進去 煮湯 也無所謂 這是熱潔鍋 來的 放一茶匙 山油 我把片薑放進去 爆香 我們把片薑放進去 約30秒左右 你聞到薑的香味的時候 然後把片薑放進去 然後把片薑放進去 把片薑放進去 炒一下 用中火來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分鐘左右 炒到蕃茄有香的味 然後把片薑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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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片薑放進去 然後把片薑放進去 加多一點水 加上水分 加上水分 你可以看一下 你用來的 所以要多一點 這些湯 可以加多一點 這樣是可以餐廳 這個湯 可以給四個自動鱗 也夠了 而且要試一試味 把豆腐切成小粒 約1吋、2吋 不規則可以的,沒所謂,只是滾湯 把豆腐切成小粒 大粒小粒,沒所謂 把豆腐切成小粒 把豆腐切成小粒 小心放進去,不要彈倒自己 把豆腐放進去,再煮沸 煮多5分鐘就可以了 讓豆腐鍋煮透了、滑 把豆腐管掉 令豆腐更劏 切成大碗 拿記多大黃碗 成魚醬 噴到擦入雞蛋 放進去 時間到了 嘗嘗味道 加點鹽 淡一點 在家中要試試湯 適合自己的味道 我剛才沒有介紹的 有些人不喜歡加 但我們可以試加 1.5茶匙 加1.4茶匙 加一點 讓它黃味 加雞蛋 全部已經滾好了 馬上關火了 不然蛋煮得久就會滾火 不要大大力地倒下去 慢慢地 起了花 我們就關火了 看下去 蛋花是否起得很美 我們的番茄豆腐蛋花湯完成了 先嘗嘗 先嘗嘗豆腐 這個湯 很開胃 酸酸味味 因為我們的番茄爆過 所以它會有酸酸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 還有番茄很香濃 豆腐有夠滑 如果你們喜歡 自己煮來嘗嘗 因為實在簡單 不是很快脆 又健康 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 在Instagram和Facebook 我的頻道還有其他食譜 記得上去重溫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